未來一週天氣在今明兩天可以回復到穩定晴朗穩定的天氣 而到明天晚上到中秋節週二水氣將會逐漸的增加 而後續週三受到低壓帶來影響到週六整體的環境都會轉為比較不穩定 各地都還是午後雷震雨出現 而在東半部地區及北部地區將會有一些局部的短暫震雨 首先我們從衛星雲圖帶大家來看今天的天氣的部分 今年關心的被逼加颱風目前大約是在台北東北方約760公里的海面上 目前大約是在琉球的海面附近持續向西北西方向前進中國大陸 我們預計在明天大約是上午左右就有機會登陸到中國的浙江上海一帶 由於對台灣天氣是沒有直接影響不怪要留意 它所間接帶來長浪在週一之前還是有機會發生的 海邊活動也請特別留意安全 而至於在今天整體的一個雲亮上面來講 環境上由於被逼加颱風吹一個比較偏溺濕的風場 環境上是吹一個偏北風的情形在台灣的環境 雲亮上都是比較偏少的 今天都是多雲到勤穩定的天氣 而這樣的天氣就有機會持續到明天 我們預計在今天的降雨部分 主要在各地午後還是雷震雨的天氣為主 主要它還是比較零星的降雨出現 相較於前幾天 午後下雨比較久 比較劇烈的天氣 今天的午後都會相較起來 都比較緩和起來 而至於在未來一週的降雨方面 明天天氣跟今天類似 明天早上都是多雲到勤的天氣 只有在午後南部地區及局部的山區 是有些雷震雨出現 而到了明天晚上到週二中秋節 隨著水氣增加 環境上吹偏東風 偏東風的水氣造成在大台北地區 以及東半部地區 將會出現不定時的短暫正雨出現 而白天來講 在桃園沿以南地區 大致上都是以多雲到勤的天氣 而隨著第二代的影響 在週三開始到週六 整體的水氣開始增加 環境上大約是吹偏東風到東北風 因此在銀風面的北部跟東半部地區 都還是有一些局部的短暫正雨出現 而午後也比較不穩定 都還是出現雨區比較大的午後的陣雨在各地區 也請大家留意午後的強對流發展 而這邊由於低壓帶 以及後續可能增強圍在地鄉或是颱風 都還是有一些不確定性 也請大家隨時留意最新的天氣預報 今天普遍吹的是一個偏北風的一個環境 高空可以來到33至35度 不過到了明天後天 所謂的風向是比較明顯的偏東風 當然天氣是比較晴朗的一個情況下 被風的沉降是比較明顯的 特別是在北部局部地區 及中南部的近山區 都有機會來到36度的情形 特別是在北部地區 還有機會來到局部36、37度的高溫 外出也請記得多補充水分 並且注意防曬 未來一周從南海到菲律賓東海面 都是屬於一個大低壓帶 比較不穩定的環境 目前我們觀測到 在菲律賓比較靠近沿海這邊是有個低壓 因為比較遠的地方 也有一個低壓在發展當中 都不排除在未來的機會 都有機會增強為耐性地下甚至颱風 目前來看是離菲律賓比較遠的這一顆 未來是比較有發展的一個機會 後續的路徑來講的話 都有機會朝向西北西方向接近沖繩一帶 還要請大家留意後續的一個颱風的動態 或是熱帶地西洋的一個情形